RCNN,在VGG,Best RCNN2015年的時候 然後再次Best RCNN 在2015年其實是蠻多提出來的 你看它有EUR2 SSD 甚至於到最後有2017年 這張子列到2017年Mask RCNN的部分 那今天我可能會稍微先講一下 SELF Research的部分 簡單很簡單的講一下 因為後面可能有一些會稍微提到 那HBOX先簡單講一下 然後再來Fest RCNN的Architecture 之後會講一下Anchor Box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在Fest RCNN 它稍微有提到說四個步驟的訓練 提到它怎麼去描述 例如有那個Region Proposal Network的時候 它是加進來之後 它怎麼來跟Fest RCNN做一些訓練 然後在最後的話有一些實驗的結果 那這個是Fest RCNN 那這個Fest RCNN它的大致上的架構是這樣子 就是說 Image出來之後它會做那個 Composition Network的部分去計算 然後得到一個Feature Map 那我們之前在Fest 好 現在呢前一個那個論文的時候 我們只是它只是彈到之後 Feature Map之後是ROI pooling的部分 那在Fest之前的話 我們之前因為那個UpJu的方式是 在哪裡找到UpJu的方式是由外面來提供 那Fest的話它不一樣是它提出的 這個Region Postal Network 它多加了這個部分 那這邊左邊的話 左下角這邊有列一下說 從之前一開始的Region的CNN 再來是Fest 再來Fest 那它所需要的時間 Test file的時間它可能從50秒 大概可能會需要2秒 之後它大概198人 大概是200 ms 那當然它這裡也稍微簡單講一下 它中用07的Data 跟2007-2012的Data來做的狀況 那這一部分是大概Fest RCNN是這樣子 那這個在講那個Fest RCNN的時候 稍微講一下那個Super Pixel 那Super Pixel其實是Select Pixel裡面 它大概運用就是Super Pixel的方式來做 之前的Object Detect 那Super Pixel就是它可能就是 在影像的資料裡面 它用的是比較同類的部分 先把它跪一位 之後再來找出一些Object 簡單的概念也是這樣子 那同類的概念其實在這下面這一張 其實大概它有列出來 大概它哪些會是同類的部分 同類的部分 同類的部分有些是顏色 或是文理 還是也有其他的部分 那像下面這一張的話 它就列了幾個我們在 在做Arctification的時候 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還有它用了Super Pixel的方式 來解析的一些方法 那可能是部件會相疊 或是要判斷兩隻貓 它可能就用顏色的不同 那這個變色的部分 你要怎麼來判斷 它可能就用那個文理的部分 來做判斷 那這個車子的判斷 它是用另外的方式來做判斷 那Super Pixel應該是 selected search最主要來做的部分 那我們講selected search的話 就是我們在Face的之前 不管是RCLM還是Face的RCLM 我們的Agile的Proposal都來自於外面 而且大部分它採用的方式selected search 那這邊大概是selected search的一個簡單的方式 它其實大概也是用Super Pixel的方式 先判斷大概是哪一些可能是Upgrade的方式 在做在運用它所提出的一些Aggrade的方式來做的 那做到最後的時候 右下角這邊它大概判斷出來的 就是哪裡有Upgrade 哪裡有Upgrade的方式 這是selected search的方式 那HBOX的話 它的方式就是比較算是在偵測 我們看這張圖其實就看到第二列的話 其實它簡單的概念是從第一張的Image 然後去取出邊緣的部分 就是大概輪廓的部分 簡單講就是輪廓的部分 當然還有一些更複雜的東西 那HBOX方式它是用這種方式來做偵測 那其實你會看到不同的 它講到的兩種方式 selected search或是HBOX 大家都會想盡好而知在想說 怎麼去偵測這些Upgrade的部分 那這是之前我們在談Based的時候 它那個固件的話 你會怎麼去Upgrade proposal怎麼來 那剛才講的那兩個部分啊 後面可能會稍微提到實驗的部分 就會去跟它做比較 它可能在我們之前用Fast的時候 用selected search 最主要花的時間 剛才在第一頁所講到的 所花的時間兩秒 即使這裡的兩秒 大部分都是涵蓋的那個selected search的部分 它的兩秒 所以說它你去怎麼去找出Upgrade proposal 其實是到這一片提出來之前 它所花的時間在那個Upgrade proposal 也是比較多的 他們看到其實是真的 所以之後它才有提出來這個Fast的方式 怎麼去找Upgrade proposal的時候 是由本身的網路去提供一個網路 然後本身的一些資源的話 來找出這些Upgrade 所以它所提供出來就是 它就插入了一個 Regime proposal network的方式插進來 那它可能就是說不用再用額外的方式 來去找一些這些 這些Upgrade的方式 剛才講的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的都是selected search的方式 來找出來 那而且它做完之後就提供給 Fast的來直接用 所以說Fast其實是基於那個 Regime proposal network再加Fast的部分 這兩個合起來 就是它所謂的Fast的部分 那這張圖其實是安娜裡面給我的資料裡面有的 我其實是找不到類似這樣的一張圖 那其實這張圖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張圖看起來就很明確的 這張圖看起來就很明確的 到底之前的做的方式 其實就是Image的CNN 之後進來這裡是FutureMap 那之後會叫RIFooling 它之前我們整個到RIFooling 這邊可能大概會五層七 那它做成一樣的一個Dimension 然後再就還去做那個Fulling Connect的部分 所以 Regime proposal network它是從 它出來之後會接到 Regime proposal network去算出來 找出object可能的方式 就是它生產式的部分是object可能的方式 整個的涵蓋的話 Regime proposal network它其實 你要單獨看的話 它其實也要涵蓋成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講到的 Regime proposal network的話 就是說它目前現在是用一個方式 它是用一個三乘三 我在論文裡面就可以看到 它用三乘三的方式 就是一個Slylinen window的方式 來去做偵測 upject有沒有存在 不過它底下的這個 它偵測的話是FutureMap 已經做完Convolution network 最後一個最後一層的時候 它來做FutureMap 來對它做detection 去用Slylinen window的方式來做detection 那本身它的部分的話 它還是一樣會去做那個判斷 是不是一個upject 甚至於判斷說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這個感覺其實就很像 之前我們單獨講based的時候 它還是要去判斷upject 只是我們那時候判斷的時候 它是有分classification 就是它有哪一類 然後再來看看位置 那在這裡reaching proposal network 所擔任的角色 它最重要的是說判斷它是不是一個upject 所以它這裡只是會是upject 或是哪一個upject的方式 那它reaching proposal network裡面 它用到一個概念是那個anchor的概念 anchor的概念 那anchor的概念可能在下面的話 會再講一下anchorbox的部分 那它用sallywindows 然後再用anchor的方式 來判斷這些你的 你是不是一個upject的大小 大概是大概多大的半個 其實anchorbox的話是 就是看到的話在鹿門魚其實蠻多的 就是anchorbox 那它是有三種scale 也三種比例 就是大小如果你看正方形的話 同一個綠色的正方形的話 那要嘛是正方形 那這個可能在就是長寬比之一比二 還是說二比一的方式 它有三種 那如果是正方形它有三種銀色 一個是綠色一個是紅色 它是有三種scale的方式來做 那其實它在講anchorbox的話 它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在這之前 你看到很多在做影像處理 你會看到的是說 它怎麼去處理這些事情 你會看到很多如果它在處理這些事情 就是他們會做的方式 可能就是把image縮小再來做 你要偵測不同物體的時候 它會用image縮小的方式來偵測 因為可以去找出你想要的東西 它有一個方式就是你的 其實類似sliding window 第二頭 你的sliding window是可以去變化 你可以再看之前的 雖然錄它其實談到的部分都是這樣子 可是這兩種方式其實是很耗resource的 你的計算量是很大的 你像這個的話 你要去移動它的sliding window 才去算出來 其實你的資料量是很大的 那它是講出有一個兼顧這個的方式的話 它其實用的方式 它用anchor的方式來做 用anchor的方式來做這個部分 那anchor的方式它就是用 它有去變化 它其實這個有三種scale 再來就是它長方便是不太一樣 這是它廢毒藥的一些概念 就是剛才講的 你在計算的話 你可能會用這種feature map 來縮小這image的方式去尋找 那因為之前我們在detail update 的話有時候變大化 不見得你就能偵測得到 你在看之前的一些錄文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小力社群那邊裡面 它也有找到這個問題 所以說你會去縮小這些 這些image的大小來做一些偵測 其他能找 那在這個mardipf 剛才前面講 所以它才提出這個方式 就是做新的方式 那其實我們在講anchor box的話 其實它剛才講三種的話 你這邊再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你看它這邊的話 是128x128是正方形的 不然就是128x64 這是2比1的 2比1的 還是64x128的 它就有某一種 這個比如說綠色的話 它可能只有這三種 那紅色的話也是三種 所以紫色的話也是三種 它總共有9種那個anchor box 來做這些運送 然後那個我們在做convolution network的時候 其實你去對應啊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說 我們這個十愛運動是跑在 是跑在那個vature mail上 其實你對應出來的話 其實是蠻大的一個圖片 其實是蠻大的一個 因為大概可能5成的話 VGG的話 至少我做ance bar pooling 做了大概5次的話 它大概是除以32倍 大概就有32倍 所以你在 你如果實際在看那個vature mail的話 這個紅色的點 它其實要寫字的時候 做完的時候 其實你能取到的大概就是 紅色的點是vature mail 那實際上你對應拿出來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 是這麼大的延時的圖片 那我們最後要看的話 也是延時的圖片 我們最後要看的是延時的圖片 那這是比如說它整個來講 它是產生這個anchor box之後 那你所有 當然這是vature mail和語訣 那這邊的話是說 你可能anchor box在 在運算的話 其實那涵蓋的範圍是多大的 涵蓋的範圍 在實際的call裡面可能 有些它在比較邊的部分 它會去忽略 那其實是會去忽略的 那可能就實際的call裡面 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然後如果它在運作這個call當中 其實它是會 有些它會去忽略 看你當時是要怎麼來做這一部分 剛才講的都是anchor box的部分 那anchor box的部分 它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就是它會談到它的IOU的部分 那它在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會去判斷說 IOU大於3的話 它才算是positive sample 那如果是小於0.3的時候 它是當作negative sample 那positive sample 你把它想像說 有七層 這個位置有七層 應該是 可能是有up-9的方式 那0.3的話 它可能只有三層 可是當作 你突然把它視為是沒有的 七層它就會把它視為有了 那中間的話 運算的過程當中 它就有七層 它是死去6的計算 那始作上 它其實會 這個考量一點在這裡面 那剛才也有講到說 其實不在圖像邊界anchor 它其實大概都會放棄 那我沒有實際去trace code 不過它應該是 我這個現象 邊眼界地帶 是有這種主要的方式 那可能再來就是 剛才講的部分是anchor box 那我們在做那個training的話 這裡簡單講一個 它是怎麼去做training 可是實際的training 可能會比這個還複雜 如果你去trace code的話 應該會比這個複雜 可是你先有這個概念說 它大概是依照的 類似這樣的方式 可是真正的話 不是我們想的 這麼簡化的方式 它是用以前的話 我們可能比如說 一個immigy出來做 computure network出來 最後第五層這樣子 然後之後的話 即使是沒有reaching proposal network 那是直接 我們在based的話 是直接在這邊做 好來pulling的部分 pulling command的部分 大概再做判斷出來 那所以剛才有講 我們這based的話 它是插入了rpm的方式 它插入rpm的方式 那它是怎麼來做 那rpm部分 我們剛剛之前有講到 之前前一邊based的時候 我們要upjure的proposal 所以說它先去找出一個upjure的proposal 所以說它先去找出一個upjure的proposal 才有辦法讓後面的based來用 我們剛剛講到 based是兩個合起來 它要找一個可能的位置 然後讓based開始可以做文書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based 可能是不會再用到額外外面的一些資訊 那它的概念是 比如說做完之後 ImageNet的5Q1的資料 會進到rpm的proposal network 那rpm的proposal network 它本身也是common入行的network 直送它的印作是在p2Map上 大概是單程商的這個bjure的方式 它做完這個之後 會提出大概的proposal 這叫p1 然後再用利用這個p1 然後再經由這個那個再做運算 這一個粉紅色的部分指的就是 它已經提出了proposal的一些資訊 客人的資訊 然後才開始進行ROI based的部分來進行ROI 因為這中間這整個來講 現在這裡顯示它就是 其實是based的rcn的部分 它就是有ROI 然後internet的那些nevor 在jcdp的部分 這時候它再來做偵測這樣的方式 偵測完之後 它其實會拿到那個 你判斷完的那些資訊 你在做based的話 你會知道你到底看得這麼正確 你說在那個位置以後 你regionproposal 提出的可能是哪些位置以後 然後經由based的方式去找出這些upjure的方式 然後去做真正的判斷 它就會有結果 那就會反對後來 你當初所做的兩個正確 不正確的話 你是regionproposal nevorger還在做修正 它就會再回來過頭來修正這個部分 那修正完後 它其實再會拿出p2的方式 它剛才講proposal 2的話 還要進來 然後再讓based的這時候來 那如果你心內完善的話 可能你就是在拿到這些convolution的參數 然後還有就是在這裡的 VGProposal的參數 分在m4sf3 這邊的參數 其實會當作你的test model部分 最後拿到這部分 所以剛才講的話 大致上是講說它怎麼去做training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那個based based這邊多叫做regionproposal network 那其實這邊來講的話 它其實有四種的lows 從原先的based的時候 它是可能是各型的lows 那它還在把剛才 VGProposal network的lows 這兩個的話 還在加進來 所以它其實裡面來講 是一個 有四種lows在裡面 它去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 我大概不會細講 只是說列一下它 大概寫出來的話 它可能是那個 這樣子 它lows的方程式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based的 這是當初based的話 它其實是這個樣子 那再一個部分 我們就講到實驗的部分 那實驗的部分 一般來講 它可能會涵蓋就是說 我覺得它可能會去算 一個它提出的方法 有沒有比之前的 還有它的運算的速度 有沒有比較快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 當它做City Search的話 它是需要用到 如果用based它的City Search 大概外出是需要用到2秒的時間 那它VgFuPosal它是需要 如果能夠在同樣的那個 準確度的話 它可以更快的話 它其實這個方法就是有效的方式 那這裡的結果是說 它如果用scale BOC2007的話 然後它這裡有City Search 它之前所做的方式 還有在HBOX 它所做的方式 那再加上它VgFuPosal 那它的City Network 是用DF的Network 那它這裡寫share的部分 甚至那個feature map 是share的部分 就是VgFuPosal Network 用的feature map跟DF 用的是同樣的部分 那它們所做出來的結果 如果Select Search的話 它是58.7 HBOX只有58.6 那Reach Proposal 其實就是Fest Fest的路面是59.9 其實準確度差 有比較好一些些 那其實它在代表之後 其實這個是很可惜的 那其實比較重要的是它 Proposal的話 Proposal的話 它這邊的話 那之前我們大概都要2000個 我們在講前面的 不管是前一篇 Fest或是Region的話 它大概都是用2000 整個設計用2000張 2000個upjo的方式 那在這裡的話 大概需要用300 那在實驗的部分 它會談到的是說 用那個dataset的部分 它這裡的dataset 應該是說 它用了不同的 Select Search 其實它效果 剛才提到的是 它好一些些而已 那它這邊要講的是說 它用了Select Search 用了RPM的話 它用不同的dataset的話 它其實可以達到70.4 其實dataset也會影響到 這一個部分 你所用的dataset 所以說在做實驗的話 會去注意一下 這個dataset 它到底用的是哪一個 因為你用的dataset 會影響到你最後的結果 因為它裡面的分佈 還有各種不同的 就像我們在dataset 有些是蠻複雜的 甚至於 之前我們有看到 就是有一隻白色的貓 在雪壁裡 那其實你怎麼去看關 這個是也很大的挑戰 可是這個就是 dataset它到底有沒有成 放進一些比較 難以辨識的部分 會影響到這些部分 所以說dataset其實會影響 它等於是在這裡的話 它把dataset再擴增 它要把它dataset 一般來講 我們準確率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擴增一下 比較不一樣的dataset的話 其實在準確度是很提升的 那再來就是說 這一個 VG Proposal Network的話 它這個時間 對 它其實時間上來講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Selit Search跟它 用 VG Proposal Network加Face的時候 它用的時間 之前我們剛剛講 Selit Search大概是兩秒 大概是兩千 那它大概的話 就是198-200個分率時間 它其實實驗出來 它其實有下降 那這時間下降來講 相對於反應到的 其實說是它可 每秒可處理的flame 就是每秒可處理的 暈暈結束 相對於 就是說 用另外一句話講 就是等於它提高了 你的速度越快 當然是每秒可處理的 暈暈結束就變大 變多嘛 那它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說 它其實有 用了 Share的部分 就是VG Proposal Network 它去Share 圓滿一個 無形的那個feature map 因為都是要做同樣的計算 它只計算過一次 它就 用同樣的話 它計算量就變少了 那這個的話 可能它比較 剛才講 Share的一色取 或是HBOX 那FG Proposal Network 它用兩種 是VL和SVG的方式 來講說 它今天如果是 300個Proposal 跟1000個Proposal 跟2000個Proposal 它之間的差異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紅色跟藍色是 這一篇是我們所提出來的方式 然後 那個 綠色就是 剛才講的是HBOX 還有 黑色 或是Selective Search 那樹木的話 跟這一篇的話 有一些關係 可是並不是那麼地藍的 就是說沒有影響到那麼大 可是對於之前提到 剛才講的兩種方式 Selective Search 跟HBOX的話 它其實是影響是蠻大的 所以之前我們才會講說 那個 前一篇Base跟那個 RegionCNN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 RegionProposal 大概數目都要大概2000左右 可以從這張圖 可以看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其實應該 one stage或是two stage的方式 就是他這邊講說 他用two stage的方式的話 他的 Proposal的方式 對不對的話 用300就可以了 那他其實還是可以達到 還比較好 那這個是 其實是剛才前面那一張一個 整個用圖表的方式 表示出來的 這個是所以他提出來的方式 其實在test time的時候 你真正在做Inference的時候 他Fast的他所用的 大概是200元 可以做的 好 就是今天 我關於Fast的部分 打成目標 那各位有沒有 什麼問題 問個問題 他怎麼找Anker 還是Anker 你真的 他怎麼找Anker 對 應該 他其實不是 有個那個 Anker的比例 跟那個大小嗎 就是我要怎麼知道 他的Anker 是我在 這邊的姿勢 在影像 還是說他沒有 反正就隨便撒 什麼意思 他其實是參照之前人的方式 然後 把他用這九種方式來做 可是這背後還隱藏一個意義 就是說 你的 你想要做的東西 是不是只用九個就可以 這是你要根據你 影像自己的繟雜度 還有你能偵測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可能是需要去變化Anker 其實是要這樣做的 老師那請問一下 Anker可以取代扶引嗎 蛤 Anker他可以取代扶引嗎 還是說他已經算扶引的 扶引在進行扶引的程序 不是欸 他做Anker他只是要先偵測 是不是up9而已 他不是要做pooling的時間 因為你pooling的話 是為了做後面的可行 你是哪一個類比的 你RI pooling的話 是要做那個時候 那Anker他這邊只是為了 你要先知道up9在哪裡 他這裡最主要就是要提供出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大概可以知道up9在哪裡 最主要跟之前前一篇 最主要有差異點在這裡 我有問題就是 那你在講那個取up9的地方 那如果他裡面這張圖 沒有多個up9它是在怎麼樣去儲存 就是說就是那個comercial那一個layer 怎麼去儲存說 這邊有叫做up9 u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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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要是只要偵測 是不是有up9 up9 那其他都交給後面 他只要提供這個最重要的信息 他後面才知道說 他要去做RI pooling之後 再做哪個大塊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後面應該是有一些 如果想要去看 因為其實有人有去 我路上也有很多 如果是有人去大概trace他的core 大概怎樣 因為有畫 畫的大概很複雜 可是應該其實會比較複雜 也會講的其實這個評審比較複雜 不過這個FEST的話 就是整個來講其實是RCA FEST然後MASC的RCA其實是一個系列 會影響到你後面 後面大概會講到 我們剛才從FITUAL MAP去看一個 up9的時候 會產生的誤差 MASC的RCA 他可能就要去擠擠 你可能產生的誤差 你可能標不準 其實在FEST的話也有講到 有一些他會把它標錯 產生的問題 那可能後面下一天就會去擠擠這個問題 好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 這個 那個RTN 它的 它送到ROI 脫離的那個 那一層Lail那邊 是 HAPP裡面講的那個 CLSLail跟RT EGLail都送嗎 對啊 它都要 它其實它不是送 列科講說是CLSLail 可是說Lail它只是去判斷它是 up9或是非up9 其實它只送的是up9 那它相關於 它 RTN 就是把它做成同樣的改變型 再去做它那個 那些是哪一個 哪一個類型 那是MASA還是CLSLail 之類的 它就做判斷 屬於哪一個真正的類型 RPM它其實不做不管類型 它只要用RTN就好 謝謝 請問一下 那個你說有四個Loss 為什麼要有四個Loss 因為RTN它本身也是conflation 它也會做不準 所以它也要用那個VP的方式 來去做它的修正 它也要去做修正 所以它本身自己也是個內部 它其實本身也有Loss 所以它要去做修正 它一樣用VP的方式去做 是有一個collectification用的 那一個是RTN用的網路 所以又分成兩個這樣嗎 你的問題是 就是說 那個conflation 最後能出來 feature method 跑出來之後 那也是說 有一條線是走分類的 那是貓狗或是馬之類的 分類的 它這邊有一個 Transification Loss 跟Bounding Box Loss 對 那還有另外一條路是RTN的Loss RTN的這個Network 那RTN自己也有自己的Bounding Box 跟那個叫什麼 Object 是不是Object的 跟這個Station的Loss 對 所以就是 到最後分成兩支 要各自圈自己的結果 它沒有各自圈自己 當然其實後來會 只是剛開始第一次的時候 一定是要去提供一個Object給Face 不然它也沒辦法做 可是在前面沒有 沒有 是稍微有分開的 可是後面其實是合在一起的 應該說 可能是第二次之後 它其實就有合在一起 共用同樣的feature 你要先RTN先做 不然Face是沒辦法去運作的 就是 它的Anchor是有九種 對 然後所以它丟進去Glassification的時候 它是九個空起來 AnchorBox的時候 Glassification 如果它已經猜它是一個Object 就如果它 它已經知道這邊是有Object 然後調整狂充出這種 不容易Anchor 可是你不同的Anchor會 剛才有講IOU 到時候你會用IOU來判斷 你也可以用 你好像Pong的比較大 就像三種 正方形態有三種 你不見得 你把它Pong的過大 你的IOU就變小 你即使裡面 你的程式會去算說 哪一個是最高的 我們應該寬駁大體正確 這是一般IOU的方式 那個Threshold 就是說 如果超過多少 比如說IOU一項 哪有兩種類型 因為它是會選最大的 它是直接選 就是自求裡面選的最大 對對對 那剛才講IOU 我這裡有提到IOU的部分 是說 你在做Training的話 你會有 一般它就講 中文講的正樣本跟副樣本 有時候你 你的樣本數沒有Balance 到時候 training表是會 就偏頗掉了 它只是要提醒你 那你是需要 你大概 你的正樣本 可能用0.7的 副樣本 大概在0.3 不能再高於它 那它裡面 其實我沒有講到 mini batch 它大概 大概它每一個都它大概取 256的R9 它每次在做的時候 它這邊的話 叫RPA的話 用1比1的方式 正樣本分用副樣本 那你在做FACE的時候 我們在做FACE的training的話 我們是用 2575 大概是1比3的方式 正不一樣 是1比3 那是作者的 做的方式 如果各位實際在做的話 可能也要更新的 稍微再去做一些調整 我們會做一些調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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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